《體貌》 譬如說我們要沒有博弈的智慧 我們去做功德 做了功德 当然我们可能会 可能不止做一种功德 可能连续的 做了很多的功德 但是来生可能在人间 可能到天上去 功德会使你得到安乐的果报 但是这种果报都是无常的了 当然无常了以后 又等于零了 还是继续的留人生死 其中还有一件事 尤其是在阴间 到天上去 你享受了如意的果报 想天福 唯独这个预界天 这个第十天 有可能和阿修罗作战 有的时候也会作恶 有这些事情 但是在阴间 福德大的阴 权力大 容易作恶 因为你心里虽然是做功德 但是你的贪神痴 你思想上的问题没解决 因为你福德大 你的权力大 你的贪神痴要动作的时候 也是不得了 也会做很多恶 做了很多恶 将来就要到山河道去了 那么这样说呢 所以以前要没有般若的关系 而做的功德的时候 虽然是享受了阴天的福报 但是有可能因此引你到山河道去 没有般若波勒命的就是有这个问题 要是你用你做功德的时候啊 你用佛法的波尔波勒命去观去观察一下 你不管是你布施也好 持戒也好 尹汝也好 精进也好 在一个地区啊 做了很多利益这个地区的广大的民众啊 为他们摸福利 你加上一点佛法的气氛的话 用这个无常 用这个波尔波勒命观一下 观察它是 毕竟空气的是如幻如化的 你观察一下啊 这里面有事情 有什么事情呢 将来你得鼓报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 你这个波尔的气氛也会发生作用 你就可能啊 不受这个福报所迷惑 还能搅悟 你说是富贵学道难 这个富贵的境界把你迷惑了 你没有时间 学习佛法的时间没有 因为他不拿这件事做最重要的事 其他的事情呢 是最重要的 所以没有时间学习佛法的 要是你在当初啊 你在照音的时候 做功德的时候 你有因无 菩萨欲法 因无所助行也不是 你用这无助的波尔的智慧啊 加上去 加上去这个做功德的事情 你做一回功德 你就回向一下 用这波尔智慧来回向来 学习一下 你将来德国吧的时候 那个波尔的智慧也出来 他虽然是照样的 得到阴天的福报 阴天的富贵的境界 天赋的境界 但是呢 你以前讯息过的波尔的才也出来 出来的时候啊 也是享受阴天的福报啊 但是不是那么迷惑 迷惑的不是那么重 要是遇见佛法的时候啊 你还能继续地学习 学习佛法 继续地做功德 而不会为功德所 为这个福报所迷 我没有时间 我没得喊 不会的 不会这样子 不会迷惑 所以这个波尔啊 是在我们佛教徒来说 是非常重要 没有波尔也是做功德 有了波尔 用波尔做功德 不一样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佛教徒啊 学习佛法的时候 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我不要学习佛法 我去做功德就好了 贬斥学习佛法这件事 是不对的 贬斥学习佛法是不对的 因为佛法这个经理论 是佛菩萨的智慧 不是我们凡夫的智慧 那么你学习佛菩萨的智慧 佛菩萨智慧是最高明的 能破一切黑暗 破一切无明烦恼的 我们学习佛菩萨的智慧 就能破我们的无明黑暗 使得能提高我们的品德 同样是做功德 但是不同了 和那个不做功德 和没有波尔而做功德 情形不一样 所以我们呢 你自己也决定不学习 也罢了 你不要障碍别人学习佛若 你要障碍的时候 罪过更是大了 断消五佛若 罪过还是很大的 所以在六佛若密里边 前五佛若密也是很重要 所以佛若佛若密是更重要 但是只是波若没有前五佛若密也不行 你只是讲这不做 你们也不去布施 也不吃戒 引入京 进禅定 只是一个波若也没有作用 这不行 像一个军队 只一个空空的司令官 没有冰 你那个司令有什么作用 也不行 所以只是行前五佛若密也不美满 只是一个波若密也是不圆满 所以应该合起来 有前五佛若密也有波若波若密 有波若波若密也有前五佛若密 合起来 这样子能使令我们由凡而胜 可以慢慢地慢慢地得无上菩提 所以这叫做 摩河波若波若密 再讲这个经 这个经这个字 我还是讲一点 再讲一讲 这个经是个线的意思 梵文修多罗翻到中国话 是个线的意思 就是做衣服那个线 是那意思 这个为什么说是线 这是说 比如这个花 这个草莫的花 一坨一坨的 坨一坨你要放在那岸上 要风一吹就散失落了 要用线把他连贯起来 变成一个花蔓 风就吹不散 吹不散 这比如佛说的这个无量无边的法门 一不经一不经 佛教徒 大家设尊者对佛教的贡献就是这一点 他发动把他要接机 就是大众生在一起 有一个人把他送送一步一步经的送 用大众的听他送的来鉴定对不对 说这步经是对的 是佛说的 这步经是佛说的 是佛说的 这样把它编辑起来 这样子编辑了以后呢 佛法 非佛法是不混乱 而又容易继续注射下去 而不容易灭亡 佛法能永久地注射下去 而不会灭掉的 那么这就像那个 县把这花灌了以后 会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用这样的意思啊 所以就称之为县 但是我们佛教的 佛教的大德 在翻译的时候 说是摩赫波尔波罗密经 县这也是不大好 在我们中汉文 我们中国的汉人来说 这样说是不大圆满 那么我们中国 中国古代的圣人 说他的著作称之为经 那我们也就这样称之为经好了 而经也有县的意思 这样说呢 就是这些历代大德的解释 就给他一个更好的解释 就称之为灌色的意思 用县把花连贯起来 就是因由结极 使灵佛法 就是可以不失掉 继续永久地注射 这样的叫做灌色 连贯起来 连贯起来这个地方啊 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佛为一切众生说法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众生 总是这样的根性 佛就他安排了这样的法门 这就是叫做灌 射用这样的法门 来摇移这样的众生 所以叫做射 这个射就是拿过来 射取过来 比如这个银在水里面呢 要咽死了 把它救出来 叫做蛇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这样呢 这个经就是灌蛇的意思 就是 这个法门呢 是释迦摩尼佛所说 利益一切众生 死令一切众生 离苦得落 转翻生圣 得无上菩提的 所以叫做经 所以叫做经 这样说呢 摩射波尔波罗蜜 这是个体 经是个作用的意思 它能摇移一切众生 这么说 或者说 这个经 是以语言文字为体性的 佛在世的时候说法 就是用语言文字说 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这个法门的道理 这个语言文字是能全显的 摩射波尔波罗蜜是所全显的 就江才说那文字波尔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能全和所全合起来 名字为摩射波尔波罗蜜经 那么也可以这样讲 这是摩射波尔波罗蜜经 这部经的名题 如果说是我们 这个摩射波尔波罗蜜经的 里边的宗旨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样 如果这样说 那么可以 按那荆刚经那几句话来表示 就是 菩萨欲法应无所住 不住所生心 不住身相畏徒法生心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就是波尔的一个宗旨 你自己修行也是这样子 你去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也是应该无住 不管是自己的局心动念也好 为众生说法也好 都是要无住 这就是波尔经的宗旨 我在修音的时候也是无住 德国的时候也是无住 德国的时候是无所得 修音的时候也是无所得 他心里面都是不执照的 不像我们凡夫啊 做了什么事情都要执照 我对 我什么什么的 我的功劳很大 我怎么怎么的 有这些事情 所以社会上的事情就是 就常常会有烦恼 这个禅宗的 禅师说一句话 是太平本是将军制 不许将军见太平 当然这是 他说这句话呢 是形容着修行的境界 但是这件事也是 世界上事情是这样子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俄的问题 俄所的问题 这是会发生这件事 说是这个汉高主 刘邦 杀功臣这些事情 这个唐太宗的时候 他也是向他的臣说 我就是避免杀功臣 但是有的时候令你生气 唐太宗说这个话 有这些事情 BO2 在佛法里面 我不太 Faz administration 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学习 波尔波罗民集中 时 关于一切法空如花如花 乌恶瓦恶 琳 linked 没有这些事情 因为有乎寒热 各式各样的差别相 而引起分別心 引起煩惱 沒有這件事 這也就是佛法的高明的地方 如果沒有般若般若密 就不行 那麼我們現在看我們今天的佛教是什麼 我看就是缺少般若般若密 缺少般若 這個引進藍法是說什麼呢 福報狂 智慧慌 福報狂 福報狂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直地去求這個福 這個福越來越大 不得了 心就狂起來 你不如我 就是這樣了 智慧慌呢 沒有不如人的智慧 當然你去執著這個佛法 福報也是 也是需要的 也不是不好 但是要沒有佛法的時候 這個福報就會令你苦惱 福報令你苦惱的 所以我們不應該智慧慌 不應該是福報狂 這個《摩赫波爾波羅密經》 這個經裡面的意思 這個在《大制度論》裡面說的非常多 我們今天就簡單地把這個題目講到這裡 《摩勤三藏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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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生惹義》 這個《摩勤》是個時代 就是西晉的末年 五乎十六國的那個系列 一個朝代 《三藏法師》是對《摩勤三藏法師》 是對《摩勤三藏法師》的一個尊稱 《摩勤三藏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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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常常地把它提出来 我们应该注意 什么事情应该提出来呢 就是俊姆罗斯法师原来是小乘佛教学者 后来他遇见大乘佛教学者 他经过了一番的辩论 经过他内心的深入的观察 他转回小向大了 相信大乘了 是这样子 在印度的佛教里边 范埃涅槃经的谭乌禅也是小乘佛教 他回小向大了 在维时中的很有名的士钦菩萨也是回小向大 吴钊菩萨是士钦菩萨的哥哥 他原来也是小乘佛教的学者 后来变成大乘佛教 也是回小向大 而这些人的智慧都是非常高的 不是糊涂人 他们是由小而大 我们今天中国的佛教呢 似乎是有一点相反 就是南辰佛教来到中国佛教来了 来了是很好 南辰佛教也是佛法 也能令我们了脱生死能够圣道 我们应该欢迎 但是南辰佛教小者说我们北传呢 说了一些坏话 说了一些坏话 我们北传的佛教徒对大乘佛教没有深入的学习嘛 就是推大取小 就是欢迎小乘佛教排斥大乘佛教 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道树品第七次一 这个道树品 这个道就是无上菩提道 树也就是无上菩提树 这个身是菩提树 心是明 心如明定谈 实施心不施 目是一身外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这样意思 就是用这个树来比喻这个道 比喻这个菩提道 这个菩提道这句话 我们就这么讲也应该是明白了 但是还不是 我因为还不是太明白了 这个道啊 是个通大的意思 由此处到彼处 中间这个道路 要经过这个道路才能去 才能到那里 无障碍 无障碍 无障碍的意思 就是由凡夫这里 能到圣业那里 由初得无上发言 能到经过十地菩提道 无上菩提那里 这叫做道 而这个道 究竟是什么 当然就是戒定慧 戒定慧呢 而这个慧是最重要的 戒 戒能增上定 定能增上慧 由慧得泄脱 这个戒和定呢 也是我们 也是道 但是你要没有这个慧的时候 不能得泄脱 只是戒定还不能得泄脱 是由戒定的 支持的力量 你去学习智慧 学习波尔智慧 波尔智慧成功了 得泄脱 由慧得泄脱 这个戒定啊 虽然不能得泄脱 但是能为慧作增上缘 这个慧得到戒定的增上缘 才能泄脱 所以也还是 六波尔敏也就是戒定慧 三十七道平也是戒定慧 所以啊 是 大家要合起来 但是波尔还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样说这个道 也就是什么是道 就是戒定慧 但是慧是最重要的 所以也可以说 什么叫做道 就是慧 就是波尔 因为有波尔 有戒定的支持的波尔 而波尔敏可以通达无碍的 到无上菩提南去的 所以才叫做道 无障碍的 智慧要是也失掉了 障碍就出来了 没有障碍 有障碍 有戒定而有智慧的时候 有障碍就变成无障碍 所以名字为道 你就有一条道路可以通过去 因为有障碍的时候 就是有道变成无道流 没有道可以通过去 障碍住了 那么这是 这里说 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 他在努力地学习佛法 要努力地去弘扬佛法 他目的何在呢 就是为了求这个无上菩提道 求这个道 求这个道干什么呢 要利益一切众生 因为没有道的时候 不能利益一切众生 要得了道 然后才能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这个道呢 可以分两个意思 一个是自己修行 无障碍有戒定会来 自己修行 一个是广度众生 都可以名字为道 这样这个菩提树也同意 也同意自立 也能利益 这样子 用这个树来比喻这个道 实际我们更容易明白 什么叫做道 道也能自立 也能利益 而这个树呢 它能长出花 长出果来 有叶 有花 有果 有阴凉 大树 枝叶 躯干 颇说 太阳太热了 它现在得到阴凉 那么花我们也可以用 果我们也可以用 会得到利益 能够利他 这就是说 菩萨要得了无上菩提道了 也可以自利益 也可以利他 就是表示这个意思 而是须菩提 白佛言 是尊 是波尔波罗密 甚深 是尊 诸菩萨巴萨不得众生 而为众生 求阿多勒三菩提 视为善难 这一品的大义 是说什么呢 是说 法无上菩提心里要修行 一个是自己修行 也广度众生 是说这件事 说这件事你修行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般若相应的 你修行的时候 要有般若 与你的心相应的 要有般若的智慧 与你的心相应 这样的去修行 要没有般若 这是不符合菩萨道理 你是不能求菩萨道理 这一品的大义 就是这样意思 那么这是 这一品一共分七大段 分七段 第一段就是 明哲和菩萨发心修行的时候 要用无召的智慧来修行 你自己修行也好 你度化众生也好 你心里要不执着 这你能这样的自利利他 这是最稀有的 最可赞叹的 最可尊重的 是这样意思 虚布提 白佛言 世尊 这是和前面那一品相连结的话 虚布提尊者就对佛说 虚布提是个大阿罗汉 得无尊三内的 也就是观一些法空 他这个智慧也是特长 又能有慈悲心的 不恼乱众生 所以和菩萨有点相似 菩萨也是大悲心的 他是白佛言 对佛说 世尊是波尔波罗密甚深 这是佛上一品 前一品 说这个波尔波罗密这个法门 太甚奥了 太甚奥了 使用我们一般的前波的智慧 感觉到难 感觉到难以学习 难以修行的 世尊 诸菩萨摩河沙 不得众生 而为众生 前面说圣身就是这句话 怎么叫这波尔波罗密甚深呢 诸菩萨摩河沙 不得众生 诸菩萨摩河沙 世尊是徐佛提尊的 成佛为世尊 这底下就是他所说的话 诸菩萨摩河沙 我们汉人文学上的使用的方便 都是好坏性简略 那么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师智菩萨 就是两个字 就是菩萨 摩河沙这三个字就略去了 我们这样讲 我感觉又不是太合适 应该说 就是菩提沙多 摩菩提沙多 摩河沙多 这是八个音 八个音现在 就是去掉六个音 就用两个音 就用两个音叫菩萨 我们应该这么说 他就好一点 如果说是摩河沙 菩提沙多 菩提沙多 这两个字了去就是菩萨 摩沙也了去了 这样讲 有点问题 是有问题的 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菩提沙多这句话 正式的翻译就是翻个交友情 就是搅悟了的人 搅悟了这样讲 是阿罗汉 圣文圆角也是搅悟的人 菩萨佛也是搅悟的人 都可以成为菩萨的人 都可以这样说 这样说 这个小乘佛教徒 和大乘佛教徒 都没办法分别了 这不是太何道理 要是说 观世音菩萨 这个菩萨的两个字 是那八个字里边 把其他的六字掠去了 就剩下菩萨两个字 这样子就可以 这样就包括摩河沙在内 那就是把圣文圆角 渐变出去了 这是指发无上菩提心的 才成为菩萨的 这么讲比较好一点 而现在这里呢 菩萨摩河沙 只是要去三个音 这留下来五个音 这是摩河沙 我们就是摩河沙的 或者就是翻译一个大 大菩萨 这样意思 前面菩萨是交友情 就摩河沙朵是大交友情 特别勇猛 求无上菩提的音 诸当然是很多的这样音 不得众生 而为众生 求阿多勒三百三菩提 这个菩萨 这些像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 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乃是地藏菩萨 这一切大菩萨都是这样的 他度化众生的时候 没有众生可度 他心里面没有众生可度 但是你还度众生 就是这件事 这件事真是太深奥了 这件事也很难做 很难办这件事 有一个人他有困难了 我去发现度化他 去救护他 这感觉是应该容易做 所以这里没有人 没有人我去救化随你 我去救化随你 我去救护随你 就是所以在我们这个 有执着的心情来说 这件事太难了 不说的太难这句话来说 还是说的太雅了 看见科们不需要 没有众生还度什么众生 是这么一句话 但是大佛山就是这样子 观察一切众生都是逼近空地 但是还为众生求无上菩提 还去度化众生去 让他去得无上菩提 度化众生成无上菩提 还是这样做 这件事是视为甚难 这件事太难了 这是在我们有执着的人来说 这不是一个不需要吗 多此一局吗 是这么意思 可是这个不得众生 而为众生 没有众生 这句话怎么讲呢 这句话怎么讲呢 我们银的这个生命体 在佛法来说 就是舍受想行识 这个五种成分组成一个生命 就明知为众生 这五种成分组合起来 就是叫这个银 叫一个银 或者是天 当然也是这样子 所有的有情的众生都是这样子 都是这样子 但是在非佛教徒 就和我们佛教不一样 他因为这个众生 这个舍受想行识里面 有一个银 有个银 那么就应该这样说 舍受想行识银 就是六个 佛教徒佛法说 舍受想行识 就是五个 没有那个银 但是非佛教徒 加上一个银 加上一个银 这个银是怎么会事情的 这个外道的意思 舍受想行识 是由老病死的 人家寿命到了 就死掉了 这舍受想识就结束了 但是这个银存在 这个银存在 可能生到天上去了 也可能到地狱去了 到了地狱里面 又有个舍受显示 这个舍受显示 就是银的住处 是这样意思 所以 到银街也好 到天上也好 到出生世界也好 到饿鬼的世界也好 老是这样的动 老是这样无常的变动 有些是苦恼 有些是快乐 但是 这个银 他也不是 他没有老病死 没有变化的 是永久常住的 我是永久常住的 那么这叫做众生 这个众生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 这个众是个多的意思 就是处处地受生 有时候在天上 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这个生 他这个生命体太多了 生了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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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是这样生 当然同时也是要死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就是不断地这样的变化 但是有一个不变化的鹅 藏在 就是这个众生的提醒 是这样一次 所以叫做众生 那么现在佛法里面说 没有众生 他的舍舍显现实里面 没有这个鹅可得 没有这个鹅 那么因死亡了的时候 为什么会再有一个生命体 是业力的问题 不是鹅的问题 不是有鹅的问题 是业力的关系 你做善业 就把他引进天上 做恶业 把他伤恶道去 而业力是无常的 所以他苦也好 落也好 也都是无常 到时候就结束了 又有变化 里面没有鹅可得 没有鹅可得的时候 叫做无众生 叫无众生 这话这点什么意思呢 佛教啊 度化众生的时候 就告诉你啊 开示你 没有鹅可得 这个舍舍显现实里没有我 只是舍舍显现实 和和甲鸣为鹅而已 那么这样怎么就能 叫做度众生呢 这里有道理 要有我的时候呢 我发现什么事情的时候啊 对我是有利益 是有害 要有利益 我就争取 有害 我有排斥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互相就有问题 就贪生死都来了 有了贪生死 就会造种种罪 造种种罪 就会值得国报 就说苦了 要是无恶的时候啊 利害关系的时候没有冲突 因为没有我 所以要得了这个出国圣言的时候 得出国圣言的时候是无恶了 他是无恶的这位成交了的时候 他能牺牲自己去利益别人 他不怕死 因为什么要怕死 就是因为有恶的关系 因为什么会有贪生死的烦恶 因为有恶的关系 要是得了无恶的智慧的时候 他内心里慢慢的烦恼都会断了 所以得了出国以后 不用特别精进修行 受七番生死 自然得阿罗汉国 因为烦恼的根本去掉了 其他的滋末的烦恼 自然应运的 慢慢的也就没有了 像一个大树 把他根断了 所以那个树的躯盖 那枝叶没有立刻枯萎 但是不久就枯萎了 只有我们凡夫啊 因为有恶 就是会有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罪过很多的苦恼 要无恶的时候呢 这些烦恼慢慢都不起了 烦恼不起也就不造恶了 不造罪业了 不造罪业了 所以也不受生死果报了 自然就得涅槃了 所以佛法度众生的时候 就是这样度 叫你无恶告诉你 告诉你无恶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本来是无恶的嘛 本来是无恶的 而一些众生 自然是 就是得了涅槃 这涅槃 我们从佛法上看 就是必尽空击的境界 是说 世主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生不解 世主法空相里面 没有舌舌显世的生 也没有舌舌显世的灭 无舌 无舌显世 无以二而必舌身一 无舌身显世 为主法 乃是无以实际 无无明以无无明进 无劳实际 无劳实际 心情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说 一切法都是空无所有的 众生是不可得的 是什么事 这样是 不得众生 而为众生 求阿多了什么什么的 就佛菩萨的慧眼 这个菩萨的慧眼 观察一些众生 是不可得的 是如幻如画的 像做梦的时候 看见有人请我吃饭 所以醒了梦没有人 没有人 那做梦的时候有 就比如我们反复 执着的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怎么可以吃亏了 你怎么可以占我便宜 这是个分别烦恼 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你要能够无恶的时候 观察一些法 如幻如画 这个时候 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自然的就得度了 得度了的时候 就入于毕竟空击了 入于毕竟空击的时候 我们心里想 原来是有 而现在没有了 是应该是这样 是不是 原来就没有 不是说是这个 有没有地狱 我们可以说没有地狱 为什么说有地狱 是你创造的 你造了罪业 那个罪业 才变出个地狱来 你到地狱受苦的 人原来也是没有的 那么怎么有呢 你的业力创造的 所有的 淫天三恶道 世间上 一切一切事情 都是本来是没有的 那么怎么有呢 你创造的 怎么叫创造 就是内心的分别 你内心这样分别 就有这件事 你能无分别 关于家法空 无我无我所 无分别 世界太平地 什么事没有 我们呢 如果你深入地去学习佛法的话 当然呢 一直半解不行 深入地学习佛法的时候 你心里快乐 你心里会快乐 快乐什么 所有的问题 一下子就解决了 不需要第二场的我 一下子就解决了 你就是深入地去观察 你会觉悟到这里 这个经上有一句话 是苗归虚空 这个苗到虚空去 这个蛇跑到洞里头去 一切法是什么呢 法归分别 其实就是法归作意 一切法是你内心的分别 就是色美香 所以阿罕经里面有这句话 阿比达玛论上有这句话 那么我们从这个大乘经论里面 所以说小乘佛教小者 毁霸大乘佛教是不对的 这个小乘佛法也好 大乘佛法也好 这个理论是一致的 是无差别的 大乘佛法就是大悲心 大悲心 胜过阿罗汉 因为常识的学习法法 智慧也是高过小乘佛 所以佛大乘佛法 注重大悲心 大智慧的经济 还有大勇猛 行普世道 会教到一切法就是你的心 就是你一念心的分别 你能够一下子停止了分别 这问题就解决了 这样说 不得众生而为众生求阿多了三百三百地 这个佛菩萨的慧眼观察一切众生 是空无所有的 所有的都是如幻如画的 都是毕竟空击的 我们众生因为什么都是真理 那么我们众生因为什么都是真理 所以很苦恼 佛这些大菩萨 就求阿多了三百三百地的智慧 用这个智慧去度化无所有的众生 因为度化众生是要智慧的 什么智慧呢 求阿多了三百三百地 阿多了三百三百地无上正教 就是佛的智慧 没有得到佛的智慧 虽然这些大菩萨也能度化众生 但是大菩萨有有所不足 神童也好 智慧也好 道理也好 都是有所不足 所以要得了无上菩提的时候 一切的功德圆满 要度化众生的 他的能力是非常有 是具足了的 所以不得众生 佛菩萨是大智慧观察是不得众生 但众生本身呢 他是有所制造 所以大菩萨慈悲呀 嗨呀求阿多了三百三百地 去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的 这样子 而这件事啊 视为甚难 要带大菩萨来说 这是很容易的事情 不敢讲到难的 但是在我们众生来看 有指导的 这是太难了 根本没有众生 为什么要度众生呢 求阿多了三百三百地也不容易 去度化众生也不容易 何必找这个麻烦 多此一举嘛 视为甚难 这是不容易 但是佛菩萨有大悲心 但是大悲心 和这波尔波罗蜜相应的 他也不知道 还是一样的去度化众生 而还没有众生可度 在大菩萨来说 这个事不是难 在我们来看 真是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个 这里面还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认为什么事情都是真实的 如果你去想转化它 这是很困难的 你因为那件事是真实的 你想去转变它 是很困难的 如果那件事是虚妄的 不真实 你转变它就是比较容易 是容易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是 比如说这个人精神非常好 他很健康 那么这个精神这件事 是真实的 是虚妄的 按佛法的道理来看 来看这件事 你叫他三天不吃饭 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不吃饭 你看他精神还好不好 他精神一定是退下来了 逐渐的逐渐的不精神了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精神本身是没有决定性的 精神本身没有决定性 精神本身是一无所有的 完全是重因缘来成就的 所以因缘要变了 精神就非变不可 精神就是要变 那么这样说 这个精神是由重因缘所成就的 所以要转变这个精神就容易 就容易 比如说是重因缘 它是要吃饭 精神就好 那么吃这个特别有营养的 或者是读书 你吃它的时候 精神就随着因缘转变 或者是你给它啊 读这些世界上的这些 乌眼的这些书 它这个精神上就受乌眼的书的影响 就会有变化 你给它读这些啊 弦圣善言的书 读这些清净的 有真理的 有智慧的语言书 它这个精神就会变化 也会变化 那么这就看出来啊 精神本身呢 是不真实的 不真实呢 你要转变它就容易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佛佛是看一切众生 说这个人贪心很大 这个人称心很大 这个人的邪知邪见很大啊 没有人能转变它 佛佛是看它很容易很容易 就是容易度化它 因为什么 因为都没有真实性 邪知邪见也好 它的贪嗔词也好 都是不真实的 都是因缘所生的 因缘改变了啊 它这个所生法 就会改变不可 贪嗔词也会改变 变成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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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而它有邪知邪见 也可以没有邪知邪见了 都可以转变 这个原因就是 菩萨的智慧 乖切众生啊 都是没有真实性 换一句话说 乖切众生都是空无所有的 没有真实性 所以反倒容易度化 是容易的 我们要是有执着 要有一个众生 我去度化他 有这个众生 我们就知道是真实的 要真实的反倒不能度化了 不是因缘所有的 那就真实的 不是因缘所有的 那很难转变他 很难转变 所以这上面说 不得众生 而为众生 求阿多罗三百三百地 也可以这样讲 观察众生的时候 显示不得有真实性的东西 不得一点真实性的东西 所以为众生求无上菩提 来度化众生 很容易 但是我们有执着的人说 没有众生去度化众生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要有众生才是度 这些是太难 太难 其实是个太难 这句话 也是一个 我刚才说了 是一个文雅的话 等于是不同意 不同意 你既然菩萨看一切众生是空的 还度化众生干什么 这个味道 好 所以 须佛提 白佛弦四尊 四不尔波利密 圣森 四尊 诸佛舍摩沙 不得众生 而为众生 求阿多罗三百三不提 事为圣森 事为圣兰 是这样的意思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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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